讲到美国要卖给我们无人机的事情 这一次是1000架 数量是大的 那主要是两款 包括弹簧刀 还有另外是一个 反装甲型的两款无人机 我们有这样子的需求吗 委员 反装甲无人机 我想我就比较没有意见 这弹簧刀 尤其是300 它不是600 也就是它不是 像600那么好的这个形式 我们需要一次买这么多架 我认为 我觉得我们还要 让自己本土的国防工业 要茁壮 我先讲一下 当时我还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就在讲说 要买哈碰 美国的鱼叉飞弹 美国一直不愿意买 我讲这个是第三届 很久以前的事 到后来我们的雄风二行 这个反舰飞弹出来了 美国马上卖哈碰 卖这个鱼叉飞弹给我们 同样的情形 我们现在都在讲说 为什么老布希 当时在1992年的9月 要宣布卖F16 卖150架F16A B的给我们 很多人讲说 因为他为了要选票嘛 德州选举人团票很多 的确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要跟他买 他不愿意卖给我们 可是1988年的时候 我们金国号战机 在12月的时候 第一架就出场了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 努力的招出 当然美国也协助 一款很不错的战机 所以美国就觉得说 你这样子慢慢下去 那可能就不需要 我们的未来 所以也 军火商这个时候 当然也一定要说服老布希 说对你德州选举有利啊 对我们军火工业有利啊 就卖啊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人 永远就是说 你知道以色列跟美国关系这么好 以色列以前有造那个 Kfir 那个U-S的战机 造得不错 他要对外卖 美国忙出来阻止 你这里面有我的专利 不准卖 所以他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美国军火商 作为全世界最大军火商 他们当然希望 全世界都买他的军火 所以你们要 你们的军火 只要你们到达那个水准的时候 我就大量的来卖给你们 来扼杀 让你没有办法走 当然我们后来不错 就是说 我们雄风继续发展下去 说后来也有雄二一 这个旋律飞弹 还有雄三 连真诚的都出来了 这是很好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记住这件事 就是说 这个不是基数水准 很不得了的 像战斗机这么难的东西 这是无人机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 有在研发了 但是以色列的公司 在美国大概就是设厂 然后跟我们之间进行合作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也这么多年了 我们也应该有相当的成就了嘛 你要买 你说买个几十架 也就算了 你没买到这么多 而且不是最新的 有必要吗 对啊 而且不是最新的 它是300 而且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弹簧刀 这一款的无人机这么好用 我就要请教一下 全世界用这款无人机的国家有哪些 美国 立陶宛 乌克兰 果然就是法国 那我请教 为什么在我们旁边的日本不买 为什么南韩不买 因为他们要自己发展啊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啊 所以我们自己 因为这个东西是大量损耗的东西 所以这个工厂 这个生产的基地 一定要在我们这里 所以万一战争在进行中国的时候 我们还要持续的生产 也有这样一个能量 所以这个美国优先 不是随便讲讲的 美国人当然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考量 我们看到包括台湾 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我们说已经是冷到不能再冷 非常这个进入冰点期 有一些小东西 其实可以体现出来 包括观众朋友 你有吃过这一款花生吗 我不是在打广告 其实很多人会吃 也会买 有的是透过网购 有的是透过对岸朋友啊 或者去旅游啊 寄回来或带回来 可是现在我们 我们这里的这个 这个民进党政府说 这是来自于经济部国贸署 他说 如果要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 所以未来像这一款 这个黄飞鸿花生 不能进口 会这个不能这个让 让你带进来 你用透过网购 可能也会触法 我们来看看 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大张旗鼓的 要禁止输入严格限购 你提到的这款辣花生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它是产自大陆 可见民进党当局 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 已经到了连小小的花生米 都容不下的地步 2020年以来 民进党当局以新冠疫情为借口 禁止大陆居民赴台 叫停了岛内旅行社 经营赴大陆团队游的业务 至今仍然罔顾岛内主流民意 无视台湾旅游业者 和基层民住的诉求 来 请教 哪斤 我想大家都有吃过 那个黄飞红的那个花生 都有吃过吗 我非常多年前 第一次吃到这个花生的时候 我觉得太惊艳了 超好吃的 惊为天人 人能做一口接一口 对对对 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不只是说 这样子单吃之外 它可以配菜 就是你可以加到菜里面 做料理来讲 也非常的提味 就很好吃 大推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讲说 禁止黄飞红发生 不是最近这两天 才发生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因为那个 大陆的卖来的一个 一个零食螺丝粉 它那时候是因为 它的上面贴的一个宣传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什么人 就你是 对你是我的人 对对你是我的人 那个时候呢 经营部呢 就出来说 粉条本来就是禁止进口的 这时候呢 就扫到了这个黄飞红就说 黄飞红也禁止 因为呢要保护台湾的花生 可是很奇怪啊 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有一个大卖的一个商品 就是美国的有一个花生 它又大又圆 然后说吃起来呢 非常就吃起来呢 就像是花生酱的滋味 这个在大卖场里面 卖到缺货 卖到缺货 我想那个知恩委员 知恩委员不知道 你爱不爱吃花生 你可能知道 他那个 而且他那一桶 我现在讲的大家就会想要吃 对啊 我们刚才知道了 他那一桶呢 就是有超过一公斤哦 一点多公斤 一点一几公斤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高雄的海关是说 你可以零零星 你可以带进来 带进来单的就是黄飞红的花生 但是不能够超过一公斤 但是那个美国的那个花生 那一桶就是一公斤啊 而且我说真的是卖到缺货 你如果说是要保护花生 花生的台湾的花生产业化 那你为什么让这个美国的花生进来呢 印度的花生也进来啊 还有巴西 是哦还有巴西是不是 这个全世界的三大的花生的出口国 就是中国印度跟 就美国 中国印度跟美国嘛 那我们只 我们只屏蔽 只屏蔽这个中国花生 而且是单一牌子耶 他只屏蔽黄飞红 他只屏蔽黄飞红吗 对啊看起来是啊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是为了 让13亿进来 没错没错 我觉得应该不是为了保护台湾的这个花生 而是黄飞红武力高强吧 那你发现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这个太歧视了 对对来卫元 这个两岸已经打到叫临时战争 临时战争 打到这个就是真的是已经叫无聊透顶了 这的确刚才卫元讲的就是 它的效应 我们去禁止大陆的一些农产品 看起来这是政治操作啦 很明显的 你说花生 我们从印度 说 100吨 100吨 87-78 对 87-78的 对就是你这个保护什么产业了 然后还有很多大陆的 像苹果啦 或者是什么 我们也禁止 但是我们从美国从日本进了一大堆 保护什么产业啦 然后呢 因为大陆呢 一来地比较近 二来比较便宜 其实这已经牺牲到民众的权益 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去买那么远的地方 那这个这些 这些农产品有涉及到什么政治吗 难道因为这样子会觉得他的东西 又 黄慧宏太好吃了 所以会统战吗 我们就支持统一了 我们就会问 黄慧宏去支持统一吗 因为花生太好吃了 支持统一 所以这个是农业这样子 台湾是一个很农民这么多的权益 应该要更有自信 这个对台湾的农业 然后我们还被大陆笑 台湾现在连吃零食都比大陆没有人权 选择性都变得更少 连政府都管到人民吃 可以吃什么零食不能吃什么零食 对他就是最主要是他提出来说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花生产业 或保护我们的农产品 所以刚刚已经特别提到 我们刚刚特别提出来 那你如果要保护的话 你为什么要放手 让这印度100吨 然后让巴西78吨都进来 更不要说你说的保护我们的农业 那个我们的富士苹果 我们的华盛顿苹果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吗 你刚刚所提到就像松露 松露我们都从日本跟法国进来 非常的贵 但是你不要忘记 日本跟法国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你就转手直接 中国大陆不能直接进来 你一定要转手之后 透过法国 透过日本 然后用三倍的价钱卖进来 我们才爽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他其实在对于农民的权益的部分里面 他被太多政治的意识形态给绑架 被绑架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说的话 你觉得这样的办法有禁止吗 你说为了花生产业 你随时上网都可以 都可以order到日本的下韭菜的花生 那你知道你怎么办 这个日本的可以 然后这个不行 所以我只能说 你如果要反对中国大陆任何的产品 你就明说 但是你不能农业部里面告诉我们 为了维护我们的产业 农业产业为了花生这种保护的这个层面 然后你又放手让其他过来 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说服人的 而且我还是要提醒这个东西只是小小的部分里面 这个才250克嘛 你50万包进来 他觉得你没有办法 但是你不要忘记 ECFA的这个东西当中的话 很多是跟我们传统产业有关的 你这个东进西进 你可以进出这临时 有没有临时我们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你对于这个ECFA里面的清单里面的 这些跟传统产业有关的 你政府的态度到底是如何 这才是我们觉得 怎么这个标准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很难说服我们人民的地方 就是那个有关于大陆提供免费 就景区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是他在9月底的时候提出来的嘛 我觉得他这个方案呢 非常的有吸引力 因为他很有诚意 他2500个景区呢 都是A级景区 像什么黄果树大瀑布啊 黄山啊这些 那首次办理台胞镇的人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呢 可以享受 因为他景区的票又都很贵 我觉得这个设计点 对于很多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呢 他可以设计一个行程啊 就是撞游中国 采取这种软的这个策略 来去吸引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呢 去认识中国大陆 然后像现在呢 黑悟空又这么的红 搞不好还有很多的游戏的玩家呢 会到那些的这个景点去呢 除了去欣赏这个名胜古迹之外呢 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呢 我觉得也会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啊 相信之下台湾的观光客呢 今年的人数呢创了这个新低 我们呢却没有办法提出什么样的 刺激观光旅游的这个手法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客源呢 就是陆客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的观光旅游的当局呢 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检讨检讨